一个女人,最掉价的几种行为,希望你一个也没有,有句话说,一个人能够得到他人的喜欢与尊重,小胜于才华,大胜于为人处事。 细细品位,确实如此,一个女人身上最高级的魅力,不仅仅只是自己的外表,更重要的是骨子里的修养,与人交往上,有些女人从内到外散发着善良与分寸,让人如沐春风,倍感舒服。 也有一些女人,只要一做事,就会让人感觉到被冒犯,然后总想敬而远之,无法认清自我的错误、行为,只会让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。 更不能在人生路上拥有更好的成长,具体来说,一个女人有这几种最掉价的行为,希望你一个也没有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做人无底线,受苦受累,孟子说,人有所不为也,而后可以有为也。 不管什么时候,想要过好自己的一生,底线是自己的生命线,绝对不能轻易逾越,底线就是一个女人生命中的红线,真正让自己清楚什么是不可以做,才不会被麻烦纠缠。 更不会让自己在生命的旅途中受苦受累,不管与谁交往,都是价值交换,有来有往,从来都不是自己没有底线的退让,越是如此,越不会换来别人的尊重与珍惜。 因为真正尊重你的人,会在乎你的每一次付出,也会用感恩的方式回馈,而不是变本加厉地为难你,让你去做不喜欢的事,一旦当你失去了底线,就是助长了别人得寸进尺的欲望。 只会让自己变得身不由己,从此以后失去幸福与快乐,作家冯济才说,一个人只有守住底线,才能获得成功的自我和成功的人生。 不管任何时候,自己释放的善意或者温暖也罢,都应该有底线。 若是无限透支,只会被人欺负,把你逼得无路可退,当你做人越是有底线,行得端,做得正,反而更能都赢得他人的尊重,也会让自己活得心安。 真正拥有自己精彩灿烂的人生旅程,总是自作聪明,高估自己,有句话说,人贵有自知之明。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更是如此,现实中,有一些女人总是喜欢自以为是,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, 不管是非会与不会,都会冲在最前面,刻意去表现自己,其实,越是如此高估自己,越会在很多时候遭遇残酷现实的打脸。 让自己陷入到尴尬的境地,因为自己没有自知之明,总以为自己能够做成大事,岂不知在没有准备充分的前提下,贸然去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,更容易让自己出丑,丢人。 最关键的是,这样掉价的行为,更容易让人产生不信任,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踏实可靠的人,从此再也不会与之交往了,生活中。 越是见识短浅的女人,越会处处显摆自己,只有那些真正有实力,优秀的人,早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低调,冷静的人,他们从来不会刻意显摆自己的才华。 也不会故意不懂装懂,而是以谦卑的姿态示人,让人刮目相看,喜欢四处讨好,没有自己。 作家一书说,人生短短数十载,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,而不是讨好他人。 当你越是讨好,心中越是没有自己,活得越是卑微,最重要的是,这样的行为不会换来尊重,而是一种特别掉价的行为,更加容易让人看不起。 请你记得,真正在乎你的人,不用你费尽心思去讨好,心里没有你的人,哪怕你对他卑微屈膝,也从来不会真正拿你当回事,当你在一次次的讨好中失去自我。 会让自己变得伤痕累累,也会让自己的用心付出变得廉价,不管与谁交往,彼此的长久关系从来都不是你俯首帖儿,阿鱼奉承换来的,而是来自好好做自己,好好爱自己,让自己变得更美好。 如果自己从来做不到这些,而是习惯了去取悦对方,或者为难自己,只会在一次次的委屈之中越来越轻视自己,既看不到自己的优势,又无法获得别人的尊重。 有句话说,种下梧桐树,引得凤凰来,你若盛开,蝴蝶自来。与其讨好,不如学会提升自己。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,才会配得上更好的人,也会与最好的人结伴同行,猜忌抱怨,不懂尊重,随着时间的流逝,爱意和激情,被无尽的生活琐碎和家庭压力消磨殆尽,很多女人不懂得控制情绪就陷入了生活带来的坏情绪里,家务做不完,老公不管事,孩子不听话,公婆爱埋怨,一切的一切不如意都会成为抱怨的导火索。 然而这样的抱怨并没有任何意义,只会让坏情绪像疾病一样传染,使家庭氛围僵化得更严重,即便是朋友间的相处,遇到充满负能量的人也会心生厌倦。 何况朝夕相处的夫妻,还有的女人,在激情趋于平淡之后变得过分敏感,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开始疑神疑鬼。 然而,一旦开始猜忌,就让思维走进了死胡同,逐渐看不到事情的本来面貌,有什么事都会不自觉地对号入座。 每一个女人都该明白,学会独立和尊重,才是享受亲密关系的前提。 那些好的婚姻,早就戒掉了瞎抱怨和猜忌心,再多的试探,再多的控诉,最终只会伤人伤己,经常斤斤计较,思维狭隘。 蔡根坛中写道,夜眠八尺,日大二生,何须百般计较? 一个人凡是资猪必较,人生再宽的路也会越来越窄,不仅不会有多大的出息,也会令人厌恶。 若是一个女人经常斤斤计较,就容易使自己的面目可增,在一些细节之中让自己掉价,除了会让自己越来越心累,有时候看似拥有,其实是失去很多那些喜欢斤斤计较的女人。 不管什么事情都会算得清清楚楚,从来都不会让自己吃亏,而是必须占尽便宜才肯罢休,若是在感情中斤斤计较,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,让爱人感觉到心累,两个人的感情也会变得每况愈下。 因为真正的好关系从来都不是计较得来的,而是理解,体谅与在乎,自己非要一分一毫的计较,只会让彼此的关系生疏,注定难以维持下去。 若是与人交往,喜欢斤斤计较,相处越久越会,处处以利益,得失作为衡量,让人情之间变得冷漠无情,更没有了感恩与在乎。 一旦让自己不能如意,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。这样的女人,只会让自己的人生路越走越难,最终也会因为计较迎头小利,让自己输了格局,整个人的思维也会越来越狭隘,没有底线,事事顺从。 有很多女人,因为陷入爱情,就放弃了自己的正常生活,心丹情愿让自己成为爱情的附庸,将一切赌注都压在对方身上,她们从来不考虑自己不假思索的付出,每天围绕着家庭和丈夫转,不及回报,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,就算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也只是默默承受,把所有的情绪都憋在心里,委屈自己去迎合对方。 在一段感情中,双方一定要保持平等,共同成长,而不是让一方沦为另一方的附庸,真正好的感情,是独立又亲密,是相互交集,又互不占有。 忙的时候不打扰,闲下来又会想念,彼此扶持,彼此支撑,这样才能更好更长久地走下去,试想,若是连自己都不爱自己,别人又怎么会真的爱你呢? 太过依赖男人,女人总是很依赖男人,一遇到事情就只会找男人,而男人也很享受女人的依赖,认为自己是被需要的,女人和男人相处,一定要记住,你的依赖会让你的男人觉得很轻松。 如果你一直都只会依赖他,他就会觉得很累,而且当你习惯了他的依赖后,你就不会有离开他的想法了,久而久之。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我,你将会成为一个失去自我的人,女人想要吸引男人,就要学会独立起来,女人要知道,依赖只能让男人觉得你很廉价,你只有学会独立起来,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,这样才能吸引更优秀的男人。 不然,你只会被其他比你更优秀的女人吸引走,作家于秋雨说,人生的路,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,真正能保护你的,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。 你选择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世界,这个世界就会给予你同等的回报。 一个女人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,不是依靠等待与幸运,而是通过丢掉错误的行为,拥有正确的方向,她是向前才能收获满满,愿你能够成为一个好好爱自己的人,目光所及皆是美好,心知所网皆是晴天,值得被这个世界深深所爱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